在哪个肉串 想的美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丑全 像个小伙伴在上学的时候 门口总会有一些卖炸串的 一般是炸一些肉串 还有那个胡尔糖 真的是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那么作为一个离开学校 已经很久很久的人来说呢 偶尔在梦乡中 你会回味这种味道 刚好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看到了PCC 卖那种肉串 非常的便宜 27块钱 40串 还一串不到一块钱 于是我就想 到厨室里面再买点火腿肠 再买点泡面 我们来吃一个上学时候的套餐 也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 大家多一点 让我们好好的吃爽一些 锅里的水烧干之后 我们倒油 油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多倒一点没事 火腿肠也可以准备一下 剥光之后 用剪刀稍微剪一点 剪出这个条纹 差不多了 先把两个火腿肠放进去炸一下 切片 杂志金黄就应该差不多了 OK了兄弟们 这个炸串终于是炸好了 看起来还真不错 我上面撒了这个香料还有芝麻 还有辣椒面 哇香死了 接着我们搞这个泡面 虽然这个面是煮起来 我觉得更好吃一点 但是泡起来吃吧 我觉得更有当年的味 所以我们还是泡吧 今天那时候在宿舍里面 因为没有碗 真的是用什么泡都有 有的直接用袋子泡 你知道吗 把里面的料汁放进去 菜包 倒入我们的热水 拿上这个一盖 再拿上一本从来也不看的书 把它盖上 这个好像是软妹的书 它也不要了 那我们就先来尝一下这个肉串吧 好嫩 好嫩 感觉是那种小公鸡身上的肉啊 它这个是鸡肉串 怪不得这么平 它跟我们平时学校门口卖的那种味道一样的呀 那个不是叫里吉串吗 我觉得那里吉串都是鸡肉串 比较平易嘛 我一直以为是猪肉 咱们试一下火里糖 小时候好像一块钱一根 现在最起码两块钱一根 炸完之后 它那个外皮上 硬邦邦的 里面软软的 分两种口感 味道层次感更足 原本平平无际的火里糖 炸完之后 整个脱带换过 你也想吃一个 想得美 哈哈 再那个肉串 想得美 你还没上学 上学的时候才能吃这个东西 小孩子不能乱吃 好不好 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以前吃串串总是怕不够吃 我这是第一次吃串串 毫无保留 放肆开吃 OK 这个面也时间也到了 别看就几块斤一碗面 看起来还真不错 是真不错 麻麻辣的香味出来了 哈喽 来一口这个面 哦 香死了 麻辣味 再见 怎么了 佼佼 吃不到肉可以啃树枝了是吧 没事 它减肥呢 呼呼 嗯 说实话 这种肉串 虽然吃起来不太健康 加上外面那种炸的那种油 也不知道什么油 但是佼佼这个小孩子喜欢吃啊 江里肉小伙伴真喜欢吃的话 真的可以在自己家炸一掌啊 最起码那个油是自己能把控的 对吧 不吃辣的 随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这个食量反而不怎么行了 你要我年轻时候 就这一盘 分分钟给你干掉 现在嘛老了 胃功能也不行的 牙齿也不利索 吃起来慢了 哇 这个杏糕味料口味 虽然吃着挺过瘾 但吃多了还是有点腻的啊 我这边吃不下就不应吃了 留着给我明天再吃 这个炸串相对外面来买真的是 非常的便宜 也比外面卫生干净一点 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买回来 炸一炸 活卫一下童年 找回当年的感觉 当年的味道 好了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结束了 小伙伴如果喜欢的话 点赞哦 我是优优我们下次见 拜拜